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这个单位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讨论 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您的论文要怎么样做准备 蔡次请到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两位律师 梁律师以及校律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刚刚其实讲了蛮多的一些大方向 那么其实蛮奥妙 蛮有哲理的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用练内功的一个方式 怎么样不去包养自己的一些好 但是能够在写作的时候 用point asset的方式 去展现自己的一些人格特质 其实这真的需要有一件功利的 您刚刚说这个核心部分 其实就非常的重要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 那要怎么样去布局这个核心 这个是我们第三关 怎么布局 我们要图文并茂 也就是说我们在写一个描述文的时候 你的脑海里面就给招生办 你是哪一种人 这个厉害吧 你要构思出一个画面给他 是 又变你怎么样构思画面 你要用描述性的文字 描述性的文字勾勒出一幅画出来 然后这个时候招生办 你想想看它一年 它要application season 它一天要看多少论文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可以引人入胜 如果可以啄一幅画 在他的脑海里面的话 他绝对半夜看到的时候 会打起精神 哇 陆续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如果你写得不好 他马上睡觉了 对 因为如果说你变成说 就是很自视性的 然后甚至说 自视性这就对了 这个就是比如他们叫做crochet 就是属于骆鼠套 对 比如说哪一种骆鼠套 我去了一个summer program 我变成一个很伟大的领袖 有没有就是一个 我就知道了什么启发 然后对 对 一个generic statement 没有感觉在里面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是 所以我们要用 不要用蜻蜓点水的方式来描写 你要用描述性的 然后要把这个小的 从说故事的能力培养 讲一个故事 然后有一个大启发 然后也要有引人入胜 对 这样讲起来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 11月15过来看一下 我们的sample essay 因为我真的要说的是 如果说你从小 就是对于在写作论文上面 不是这么有下功夫的话 短时间之内有办法 可以 万里就有办法 因为万里短时间教你 写得像律师 说得像律师 说得像 那一个方法就是教你写 那个叫conversation conversation好像那种 对话式 就很容易把你的感觉 feeling写出来 但是不写得很明显 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画画嘛 事实上那个写作就像画画一样 你要先领帖 有没有 我们先领帖 先copy 所以你这个时候在领帖的时候 你就要多读书 那我们有book club 可以让你能够多读书 对 否则你怎么样知道 用什么样用描述性的文字来 对 你要先copy嘛 先领帖 然后多读书 那这个时候是属于一个输入 接下来你要有这个写作课 要写生 有没有 对 输出了 输出了 所以这个输入跟输出的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管是 你是读工科的 理科的 或是你将来要读文科的 法的 你都要写的非常非常棒 用描述性的来写 那我们万里呢 就是有读书会 有book club 然后有这个writing class 可以让大家短时间之内 把这个能力提高起来 对 我相信如果在这个读书会 还有这个写作班 双管齐下的这个影响力 那么孩子的这个写作 这个写作能力 应该是可以有很 很激进的这个进步 对 所以就为什么可以 白法变黑法 要懂法律 懂法律才可以写得像律师 所以这个是非常是一个 有层次的 所以大家都很习惯说 小孩子送去画画 但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 事实上这个写作能力的培养 才是一辈子可以带着走的 是的 没错 所以希望呢 大家能够在11月15号呢 可以参加在洛桥中心举办的 这个免费讲座 我相信这个写作的能力 不仅是在于在申请大学方面呢 能够有很大的帮助 对他们往日日后 在工作上 在这个将来进大学写论文 教功课上面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不是只是在一时 而是在他往未来的一些日子 可以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说的像律师是一辈子受用的 没错 绝对是一辈子受用的 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这个11月15号这个免费的讲座 那么也可以在当场呢 可以来看看 到底什么样子的试试呢 可以进入这个长春藤名校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律师的 节目当中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